大家好 欢迎收看八字实战讲座 这里我们讲一下配偶的财运 在今天讲座中我们也都讲过 但是讲的不是很细 这里我们讲的要细一些 首先是很长话 然后根据财运的方法来预测 我们再回顾一下财运这种方法 声望的时候 是什么 声望的时候走时商对吧 但是不能客观 客观就代表灾漏 声望走时商 走财运好 走财的时候财运好是吧 这是当然你走关也好 不过要花质一大部分 你要升弱呢 走硬财运好是不是 进的多出的少 要走笔节呢也是正常 但是要花质很多 这是一个财运的一个规律 好 我们看这个八字 实战转换之后 好的 我们是通过这个难密 我们要看到的七字 看他七字才有 我们是把神长 神长之后这个尘土 是什么情况 是从弱的吧 为什么从弱 我们看一下 只有这个虚土 来助治元 但是这个虚土 是生根精 生根精 这情况下 叫做叛念了 就是五星改变了 可以放进基因来看 这很明显是什么 从弱 从弱格的话呢 取用方法跟声望一模一样 对吧 所以让他越弱越好 只要做十张 所以才必然 必然财运非常好 我们看看 妻子从12年仁臣上半年 震走物子大运 我们看看 物子大运的时候 仁臣 仁臣 深紫尘三河水 是不是 当然这个声音 想变成水 已经很难了 因为它是一个令 是吧 但是紫水 它不难就是水 不难就是水 这个紫尘河水 大家看看 人水是相助的 物统有一点反对 但是我可以这么说 只要有深紫尘三河的话 它们的力量 还都是挺大的 并不是说 这个紫水 它那个水的力量 没有改变 其实不是这样的 只要有三河段 就有中气水在 它的力量也是很大的 也是很大的 算是三河时间 那么我们要问 它是这一年的几月份呢 大家看看 晨月的时候 生子晨是不是分子了 在晨月的时候 生子的分子上 这个采用是不是非常好 晨月 是吧 晨月的家里太鲜 是不是 雾土克人水 比肩克财 主破财 我们看看 雾土克人水 这是不是 那个比肩克财 这个财是偏财 比肩克偏财 是不是你代表花钱 花了二十多万买的车 又花了二十多万买的币 好 我们看这个八字 我们通过这个女的 那我们看她老公的财力 老公是不是 我们把她当个老公 行吧 老公很明显是 身弱 看看吧 这是三个是不是 土克水 金生水 还剩三个 水克活 还剩两个是吧 当然他就不存在了 他也不存在了 那很明显 是不是只有这一个了吧 就一个了 其他都是一档 好 身弱 老公是身弱的 身弱什么时候财运刹 什么时候财运刹 什么时候财运好 什么时候走硬币财运好 走官杀什么时尚财 财运真好 那我们是不是要看一看 人饮大运 她老公财运怎么样 人水 寄生当然不好咯 饮也是寄生 不好咯 证明啊 三十到三十九 这十年财运的不好 证不到什么大财 出财很累 我们要不要看一看 今年才是怎么样 今年是甲午 甲午人水生甲木 甲木寄生是吧 不好 但是大家看看甲几十个河土啊 甲几十个河土 土是六神 但是河土的力量大不大 不大 因为那个这是汗水是吧 再说他也是真河 力量不大 但有医药部分 所以说就事业 勉强还过得过去 能振点钱维持家庭 这个 这还可以 再看这个财身这个什么官 财身官是不是代表 代表什么口识啊 小人啊 破财啊 所以说那个 大家再看啊 如果克的有机 有机是他的笔尖 笔尖被克代表 代表财运断了 就是说原来收入很稳定的事情 现在那个收入 就是不稳定 或者出现一些其他事情 让他收入减少 要财运断了 的迹象 我记得在前面几天吧 当时给一个人算 他八字是身弱 他八字身弱 然后他的日元是鱼 今年是甲 是吧 甲五 然后他走的月是新 新是不是克甲 甲是他的财员 对克就断了 说明他今年的收入 有减少 或者是停止的迹象 没用多长时间 他的工夫就被停了 就出了一件事情工夫就被停了 好的 今天课讲到这里边就跟随视频 拜拜 对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